设置过期时间 其实我们就是使用一个函数 Site 这个函数刚才大家说了吗 没说 它有个参数value 用它去设置过期时间 其实它很简单 如果我们不设置 不设置 那么两个星期后 过期 也说你这个Fashion能用多少年 两个星期 能理解了吧 两个星期你都能用 是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干什么呢 它是一个整数 是一个整数 那么其实假如我要写个10 那么就是10秒之后过期 写个10 就是10秒之后过期 看着啊 怎么设置过期时间 我可以在哪设置呢 我在存储这里 是不是就给它设置一下 可以吧 requesti.se.se 这个方法 我给它设置个多少呢 10 行吗 你看啥 我给它搞一下它 现在我们这时候 还是游客呢 对吧 登陆一下 登陆 是不是AAA 你看这 我现在是不是刷新 还是AAA呢 再刷 10秒之后 再刷新啊 有客了 赛新咋样了 不能 你就 你这登陆 你需要干什么了 重新登陆了 啊 所以后也看一下呗 刷新 它只是不能用了 过期了 你看这个叫啥 EXPIR 我们那个是用Y对吧 对他 这个就过期时间 对吧 你看 9月20号 啊 默认是半个月 默认是半个月 你看今天多少号 6号 加14天 正好9月20号 对不对 正好9月20号啊 好了 那么还可以是其他的值 这个就是10秒钟 呃 10秒钟之后过期 对吧 还有我们哪去了 这儿呢 那么还可以写啥呢 是一个时间的一个一个对象啊 时间的一个对象 那么你要写一个时间对象 是不是就多长时间 2017年5月 啊不对 5月早过期了 12月5号 那么是不是就那个时间之后再过期啊 那么还可以写啥呢 0啊 其实0也就算是一个整数 对吧 这个0干什么 说一下啊 呀 先把这个写出来 太短了 要不然 关闭 浏览 气时 啊 就怎么样了 失效 啊 哎呀 这 这个 哎呀 说啥 我这没快捷键 就 哎呦 你说完我也干刀疾疑 还有一个是 none 对 用不过期 但是一般不会用的 一般不会用 一般就是多少秒 或者就是不搞它 就是两个星期 对吧 没安装那个三方包 所以说他找不到那个redis 杠 啊 那个sessions 对 我知道了 但是 这个网 行不行啊 你先试试行不行 网 可以是吧 那好 因为有的时候 我怕他给你们平的 对 需要安装个包啊 来 打开你的黑屏幕呢 等会儿啊 我把这些都 三十六千 是图 这我应该顶啥呢 倒点顶啥 我得 但是我还 保持状态 哎呀 我靠 哎 等会儿 我这感觉我这啥都 哎 多亏 这有 好样的 刚才就这句给我们爆错的吧 我先我先把这句话 这些应该没问题的啊 那么我们给他放在这儿 哎 卡 卡是吗 打打一会儿吧 让他缓一缓 那么我们来先说啊 这个我们需要PIP 安装一个DJNGO-IEDS 是这样是吧 啊 我知道了 PIP NSTRL DJNGO-IEDS 就这样是吧 -S-S-I-O-N S-S 对 他缺少的就是这玩意儿 是吧 哎 这个是下半渐还是这个来的 横线没问题对吧 但是先看看网行不行吧 哎呀 我这咋回事啊 我重新起一下啊 很小那玩意儿 因为我这台电脑 我没安啊 因为我不是用这台电脑去制作的东西 哎好了好了好了 首先我们要干什么 PIP Install 什么来的 DJNGO REDS 没评错吧 S E S S S O N S 把它安装上 安装上在这里把这些怎么样 给我 添加上 对吧给它添加上 好 添加上 添加上之后 那么我们还得开 我还得开My Circle 还得开Redis 哇 CMD 我先开My Circle啊 Nite St A R T 上来的MySQL 57 我的那个是在Redis是在C盘 Windows 不是Windows是Program File这个文件 这儿呢 我把这个目录我记住 启动了对吧 CD到这个目录 那么 叫这个 Redis Redis-Se Rver.ese Redis-Windows W-I-N-D-O W-I-N-D-O 咋不提示 不提示我呢 W-I-N-D-O-W 啥来的 S-C-N-F 是点儿吧 这是点儿啊 启动了 启动之后 我们是不是再来个 这玩意儿啊 CD 到这个目录下 那么 R-E-D-I-S -C-L-I-D-E-I-C 对吧 那么我们输 A-U-T-H 哎呦 不对 A-U-T-H-S U-N-C-K 这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我们 基本上 该起的 是不是都起来了 还差一个 Run Server 对不对 你看 现在要需要 起多少东西 但是啊 我告诉你 你如果要现在 安装那个 最新版的 那个 Panson PYX 你可以直接去 创建一个 战购的项目 啥环境都 不安 2017的 但是你得自己来啊 你要知道这些流程 你要直接用大玩 你说 你以后啥都搞不了了 是不是心好疼啊 哼 好 进入了 呃 PYT-H-O-N-Manager 什么这叫Run 哎不对 叫 R-U-N-S-E-R-V-E-R 启动了啊 哎呦 我的天 Redis是哪 在这 KYS星 现在是不是没有内容呢 来 你看 现在咋样 不忘了 我那个库 应该是安装成功了 对吧 不看的 那么这个 我们一刷新 是不是进来了 那么我们点击啥 登录 对吧 凯哥 登录 啊 是不是进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谁 Redis KYS星 是不是直接存到 其实你看看 这个值是谁 这个值 其实在这也能看得到 Night 我刷新一下 我再刷新一下 那么在这 这呢 哎 我给刷没了 是吧 啊 这个是十秒钟 不是我刷没了 是他十秒钟 这个我们给 我们没有给改回来 是吧 那么再登录一下 好了 开神 登录 是不是有了 那么我们点击谁呢 先看这就行了 这是不是有个赛事 这是RZ什么MV的 这个对吧 来来我们看这个里边 在KYS星 这个值 你看后边这个值 正好和谁对应 是不是和这个对应 那么我们一般 如果怎么用 我们是发起一个请求 我们在我们的服务端 是不是把这个 把这个赛事 把这个赛事 拿出来 这个cookie里边 没有赛事 这个件的值 拿出来啊 这个这个是不是就是 呃 那个那个 redis里边的K啦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K是啥样的 是不是和这样 就合成这个K啦 我在这个 从这个K 是不是就能把他里边 那个呃 值拿出来啊 我是不是直接去哪里了 是去redis里拿的 不用去买Circle啦 是不是啊 或者说我给你写一个 比方说 这个这个这个 嗯 登陆 啊我们那个 在哪里的 啊 啊在这 啊 你说 你看看 我们是这样在拿的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哪个 里边去拿了 啊 是不是去session里去拿呀 而不是去redis里拿呀 来这个晚上 流程晚上作业吧 今天晚上把这个搞明白 这个进来 我给你提示一下 这个进来 就不是这么取了 对吧 怎么取这个用的 name 这个这个值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用 reques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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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cookies 你要把他里边的 啥拿出来 session 你看啊 我们这里传过来的 不就这样吗 就拿到这个键了 啊 对叫sessionid是吧 sessionid 那么是不是就拿出来了 拿出来之后 我再去哪儿取 去redis里取 对不对 自己 给我想明白该怎么玩 或者说 你先想不明白 你先怎么玩一下 就这么来也行 但是 你现在能知道 我现在 我的这个 这个session的数据 已经在哪儿缓存了 redis里缓存了 那么 my circle里有没有呢 我给他打开啊 凯神 哎 今天又是凯歌是吧 呃 哪个例子 这呢 来 有没有 哎呀 这是不是太长了 啊 这 这个不是啊 看哪 看这儿 我们刚才那个叫啥来的 m1 没有那应该还在后边哪儿存着呢 哎呀 还刷啥 这个 这个里用beta64给他 解个码去呀 哎 这还有啊 啊 他囤的 那我们先解码看看他啊 这是那个十秒的那个是吧 啊 那么还有哪个来的 这个 哎 这儿 解码 这这也是那十秒的 那上面不是啊 那他现在没有存到哪里去了 对 我们没有选择 往这哪儿存啊 往往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myself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是直接用谁缓存了 对吧 用redis给他缓存了一下 那么你也可以往哪儿存啊 往那个那个 myself 那么我们现在 已经存到了哪里去 哪呢 这儿了 session 这个这个session 是不是存到redis里了 因为redis 以前我们在讲什么时候来的 呃我在讲redis的时候说 是不是他一般就做什么 做什么用的 缓存用的 因为一般我们的登录的账号啊 是不是就往这里存的 当时我还给大家换了一个图吧 那图有没有人写 你写了 啊 那我把你的分享出去啊